再指桌 我们做在八极拳上 我们会讲开门破释的观念 那我们要怎么去开门 一般人我们常常看到开门是外拨手 那外拨手如果对方的攻击是强烈 是很用力的状态 一般你要这样对敲 基本上敲不开 那如果你在这里的话有相对的技术 你不能直径的推动 你就要变成旋转的带口 那旋转就是我们枪的 往外拦的概念 这是第一个重点 然后再来就是要充分利用枪头 枪身枪尾的应用 所以你们看 这个打开来往前走 这个是枪头 如果我握头了 这个是枪身吃打 用枪身去帮我们吃打它 也可以用枪尾就等于是我的第二个拳头 拳头开了用枪尾带出去打它 这有三个观念可以去应用 这个可以让大家尝试看看 那我们在快速祭集的时候呢 你千万不能把动作做慢 对方会反应 你们就会说打不到 我们的速度要强调一致 身体的爆发 腰胯的弹动 一瞬间 上去 也要做这个速度 要做这个爆发力 所以巴吉全会讲 硬打硬打 冲进去 这个概念 当然时机 空间都要抓得好 不然的话 就很容易送上去被人打 给大家参考看看